你不要我出家 这个当然我了解了 但是我要找出我的缺点 所以敌人是最了解你缺点的人 因为敌人一定是聪明的 连敌人都要佩服你 那你就可以度敌人 化敌为友 降服恶魔 连魔都要尊敬你 当然我们修行人如果自己烦恼多知识 连冤亲在主都看不起你 天天找你麻烦 所以在这方面就是说 自己要敢跪在佛前 愿诸佛菩萨把我打成肉酱都没关系 愿护法神打死我都没关系 不要让我故意去犯错 所以你要有决心 因为没有决心 没办法 就像阿处如来 宝舍如来 各位常听我讲 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的罪恶 包括本师释迦牟尼佛 但是他决心 重新来发心的时候 他不可能有第二次的过患 所以他称佛 所以我想 菩提心禅修 各位针对我这些内容 你加上你自己的好好去想这个问题 看经典 那就是一种对照 我哪里没想到 我哪里没做到 所以我要看 念佛呢 那我要跟佛合为题 那持咒呢 我心即佛心 我真实在利益众生 不是我 就是说 透过我 把佛的力量来布施给众生 那么就开始在超度众生 所以不能不看经典 不能不念佛 不能不持咒 只是要做都要做到 要求自己一百分 那人的习性就是 不想要求自己一百分 所以我们出家人 每天要念消贡咒 我们没资格被完全被供养 因为自己不圆满 但是至少有这个 惭愧心 努力 去精进 所以 当然修行是如此的 对自己如此 但是 外表还是要永远柔软 亲切 因为什么 让众生得以 接近我 爱上我 跟着我 为什么 跟着法 不是你这个我 法 因为我们身上 我们受了菩萨戒 就是要把佛陀的教法 让别人愿意 从你身上而学到 所以 如果你 当然 九十九个跟跟你 然后一个人讨厌你 你都还失败 你怎么可以讨厌我 我一定要去检讨 我哪里被你讨厌 我要改 千万不要 不惜得罪人 因为对方的错 这也是一个暂时的 虚幻的 当然佛教讲空性 各位有没有觉得 当你看到别人错 却把他当作真的 我要骂你两句 我甚至把你开除了 除非你是用一个绝对的悲心 这是不得不用的方法 爸爸打女儿那是为他好 这是一个悲心 而不是一种称恨讨厌 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不要随便造业 你不小心情绪不好了 瞪他一眼 讲他两句 你又在造业 如果你是悲心 这个方便可以用金刚怒目 这是不得不用的方法 不然打不醒对方 打不醒对方 他堕落地狱怎么办 所以优婆设计心说 堕一个人出家 不好好的去教化他成为菩萨 等于杀死五百个人 因为一个坏的出家人会伤害多少众生呢 一个不如法的出家人 会让众生对三宝失去信心 所以很多人不收徒弟的 就这个意思 很难 所以我也问过我师父这个问题 我师父说他当然知道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没出家人不行 尽量 你要找到真正的能够 赫丹路来讲 发菩提心的出家人 这个很难 那我想我们只能说 自己来承担这个事情 不要要求别人 不分在家出家 按照大臣经典 各种菩萨的经典 菩萨应该具足什么 就依教奉行 所以各位 你们不可能不知道 因为经典太多了 我发觉 有些人还是喜欢追人 自己明明经典摆在那边不看 到处去追人 跑道场 参加法会 就是找不到自己 所以我就说 一部地藏经 龙会贯通去做 你也成佛 还快的 何况各位又会心经 又会无量寿经 又有阿弥陀经 你还跑哪里去呢 这一点要抓住 依法不依人 不要依靠人 不要依靠别人给你法 这个时代叫法公开时代 这个时代是网络 任何电脑一按都是罚 不像古时候 听也听不到 看也看不见 你也找不到解释 任何一个名项 一按下去都有 你要中文还是要英文 这个已经没有借口了 不像以前 所以时代变了 这是个福报 但是因为这样 有些人心里还是不踏实 不踏实 不踏实是东跑西跑 所以他也抓不到 什么是佛法 所以在这一点 法就在你心里 佛就在你心里 四圣体就在你身上 你要往内求 而不是往外 但是看经典也是为了 让自己的心转变 好 所以我们就利用很快的时间 把各位第三页就很快的念一下 那我们印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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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书 特别是经典 那各位一定要看 第七 犹如日以照明为用 第三页 月以清凉为性 菩萨以悲为体 智慧及才师 安乐于一切 大丈夫论 太美的名字 大丈夫论 各位最好拿来看吧 就好像太阳 是以照明为他的用处 月亮与清凉为他的本性 所以菩萨要以慈悲为体性 大悲为体 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体性 那有大悲为体性 要怎么样呢 要用智慧 金钱 这个叫法师才师 安乐于一切 所以各位发普利心 不要再存太多钱 因为这个钱会让你傲慢 就觉得很安全感 反正有钱嘛 就算师父叫我走 我还有钱啊 我租个房子住走 没问题啊 买个车是跑 可以啊 所以因为有钱嘛 所以各位要把这些 什么叫智慧 以慈悲想帮助别人 你就会开智慧 去说我这句话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边 跟我讲 我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 但是我有一个悲心的力量 我想要让各位 赶快成佛 甚至离苦 那你自然会开智慧 如果你没有悲心 麦克风拿给你 你不会讲话 没关系 就开始念习吧 我常常讲 你爱一个人 你可以跟他讲到天亮 就像妈妈给我们念到天亮一样 这个是自然 这个叫自信流落 你千万不要说 我看了经典才跟你说 那那个你讲了 跟你没有关系的话 这个讲话要用心传心 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 所以菩萨有这个悲心为体 自然智慧流落 自然有福报 你说我想帮助众生 但我没钱 那你没有悲心 你有悲心 你不可能没有福报 所以现在很多人修了 藏船到处借钱缺钱 因为没悲心 有悲心护法神一定帮你 所以各位这些经论 讲的是真理 第八 在家菩萨住于慈敏 不恼害心 如何住 住就是不离开 慈悲怜悯 不恼害众生的心 应修两种布施 就可以住于悲悯 不恼害心 一者法施 二者财施 出家菩萨只能做法施 又不是接近 因为出家人没钱 但是那是佛陀时代 不没钱 现在出家人可有钱 这是一个福报 所以在家人也要有法的布施 你会的 你要尽力的告诉别人 皈依为什么要皈依 为什么我要吃素 现在可以印太多的书 漫画 书籍 尽量去做 我记得我从开始到现在就说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拿着我们的漫画书 走到捷运站 十字路口 来来去去那么多 十个愿意一个看就不错了 你把书藏在讲堂里面 什么时候人家来看 你要把书放在十字路口 亲切的眼神 告诉他 这本站 看到你就发 你有没有 你有堕胎吗 地中间 你要漫画还是要白画 还是要印的好看的 还是要绣真本 我们现在产品都准备好了 就是没有业务员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要去做 还要用钱来印 用钱来帮助 大宝基金 各位一定要请回来看 你想成佛吗 大宝基金 第九 转女生经 各位更要看 如何转女生经 转女生经 菩萨成就事法 能设菩提 亦能增长 不但能够保持菩提心 还能够增长菩提心 这是在家 特别是女人 一 横欲利益一切众生 永远 不是欲望 是一种意愿 我要利益一切众生 你就不是女人了 第二 常当慈心 敏诸众生 众生大家努力的要命 一直在 一直在 想要快乐 一直在造恶业 所以永远 应当 慈心 如何让众生 离苦得乐 来怜悯 所有众生 各位这个是你要观的 观修 因为很多人 喜欢观修 不知道 大乘佛教 就是圆满观修 只观双运的宗教 还要化为行为 但是人总是觉得 这个太简单 这个什么观修 你要透过观修 去实践 然后你才有行为 就像说 今天这个法会给你办 你要去想 要准备什么 要准备什么 要哪里找人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大乘的观修 都以利他为主 而且这个观修 都有产生实际的功德 而不是一种空的观修 第三 当以大悲 度托众生 是要升起大悲心 要让所有众生 脱离苦得乐 乃是脱离轮回 乃是往生净土 四 坚固精进 具足一切佛法 在家 女人 女生 坚固精进 具足一切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的方法 所以一切都要学 但是不要偏 我属于哪一宗 哪一派 我属于哪一位法师 因为法师也是人 他不便得具足 帮助各种众生的方法 但是他那个法我学 他那个法我学 只要帮助众生的方法 喜欢修南传 喜欢说汉传 喜欢修藏传 我们都要懂一点 帮助众生的方法 具足一切 转离神经 再来解脱道论 使菩萨摩河沙 与一切众生 以自相饶育 什么叫自相 自己也互相都要帮 要帮助自己 要帮助对方 满持波罗蜜 要圆满 这个持波罗蜜 给众生 离苦得乐的 种种的功德 菩萨摩河河沙 于一切众生 修慈 如何修呢 各位这个一定要观修 于亲友 再来 忠忍 就是没关系的 再来 愿家 这三个 亲忠书 所以 持平等心 离称慧 跟贪爱心 记住啊 称慧 我们知道 贪爱也不行 你特别爱你女儿 你特别爱奶 都不行 因为这个会伤到 你修 持无量 虽然各位 没有出家 乃至各位 已经出家 更要去爱 众生 那你要 从最亲的开始看 对妈妈 对你亲爱的 心很软 心都快痛死了 要这样观 要让她快乐离苦